各位电影大家好 请看62页到63 看63页 接下来讲精进菠萝蜜第四度 我会把时间 然后我还会回答一些各位的问题 精进菠萝蜜是要对治你的懈怠 我们人有时候活着的时候会比较懒惰 注意这精进 精代表唇一而不杂 讲中要装很多东西 也是不够专精的 基本就是我们人常常是进一步退九步 我们修行的心是会起起如伏 可是我们人刚开始会想抓很多很多的东西 可是各位你记得中国人夹筷子 三个手夹筷子 这样子才会动 假如你是手这样子全部都装 就像我们有一样 你去擦树的供丸 供丸就跳来跳去 我这个比喻是什么 所谓的精进的精啊 你要觉得掌握重点 所以精这里是专精 英文叫Focus and Concentration 人的身边很短 你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做圆吗 所以你应该想精进你到底在努力什么 请看半段片 精进为六度观光的根本 过去现在未来 我都因为重业精进而长得成佛 所以精进里面会分第一个 叫披着台甲的精进 不要行善的时候 不要畏畏缩缩的 你做好事的时候 有人会嫉妒你 你会泼你的洪水 而扯你的后腿 这时候你更应该肯定自己 你要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而做 也不要因为善小功德很少而不做 只要对众生有利益 你都应该勇往直前 这叫披甲精进 披着台甲精进 第二个叫设善精进 就是你坚持你所要做的善行 绝对不会松懈 不要三天再往一点打鱼 第四个叫利乐精进 一旦你开始修食的时候 即使有温暖的象征 就是你觉得我修得很好 家庭很和乐 然后一切都很守求如愿 这个时候高处深海 你更应该不要气馁 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在修行的时候 会很容易见过观世音菩萨 或地藏菩萨 或是佛菩萨 那他就很精进 可是没有见过菩萨的时候 他就会倒行 来我调查一下 在座精神 不管你是做梦 或是你曾经看过观世音菩萨的 请去什么 去高一点 手按一下 不管是佛像雕像 你做梦梦梦过地藏菩萨的请举手 好 手按一下 有梦过阿弥陀佛的请举手 好 手按一下 的确 不管你有没有梦到 其实你不要太在意 那是佛法给你一个鼓励 举个例子 师父今天出家24年 26年前我学佛法 我拜观音跟地藏 我的的确确也见过地藏菩萨 而且地藏菩萨让我见到过去 现在的未来 就像看过一代 可是我现在没有见过观世音菩萨 并不代表我对观世音菩萨 没有信心 三页经测 我们的就是牵手 前面大会观世音菩萨 所以有时候 我们碰到有感应的时候 我们就精进 可是我们没有感应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精进 那这个呢 表示你的心啊 还是有移动也好 那在这个精进当中 有分为三种 请看 我在经文上 在佛经里比喻说 有身精进 口精进 跟意精进 身口意 那我们佛经里面曾经说 佛陀曾经比一个意思 就是说 见到佛法的很好 但是不要再越要 没有见到佛菩萨的 也并不代表你不好 举一个例子 佛陀就说 假如一个妈妈 有两个小孩 一个小孩很聪明 一个小孩比较智障 那做一位妈妈的人呢 一定两个孩子都爱 可是妈妈 花时间比较多的是在哪里呢 在智障的孩子 因为聪明的孩子啊 你一教他 他取一就打三了 他自然就会 那智障的孩子呢 智障的孩子 然后呢 你呢 要多关心他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条件 是欠缺的 可是并不代表 妈妈呢 对两个人的心呢 是不平等的 同样的 佛陀就说 佛陀对一切的众生 大明星 就像蓄日动生的太陽 所有一切的众生 他都照 那会有感应呢 其实是佛话 佛啊 他给你努力 所以 当你见到佛菩萨的时候 很好表示你有善根 但是你不要太骄傲 为什么 智障的孩子 才是需要妈妈 多一点照顾的 那没有见到的人 也不要难过说 可能佛菩萨不喜欢我 这即我错 你已经在菩萨道当中 多生多觉 都会修补修会往前努力 只有在紧急苦难 或是在 各种特殊灾难的时候 你不求佛菩萨 佛菩萨都会自然来救你的 所以 这个叫做感应 请看 身精进 口精进 意精进 请看半个片 传统西藏人是非常精进的 因为西藏人认为 一生就是来学习佛话 而且精进修持 所以他要拜 十一万拜大的拜 可能在圣地 在佛塔 这样会拜佛 而且他是无体土地 这样趴下去的拜 这是身精进 口精进 他有一有时间 一有时间的时候 他口就会中夜的送经文 学习佛话 不管辩经 念经或读经 他就会 一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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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精进是指的 就刚刚讲 心理 透过观想 发愿违向 就像刚才我们 刚开始点灯 很庄严 我们的意念 在精进 对不对 透过观想 发愿 所以你会得到 无量的功德 接下来就是我 在圣地的时候 我都会带学神点灯 比如说会点一百盏 有时候会点 很多盏 大的灯 你会点两三盏 心中透过意念的精进 与发愿违向 愿见众生 领悟得了 所以意念 精进很重要 虽然我们身 可能不照页 口也不照页 但是我们意念 哪像呢 万马奔合的野马 是很难调伏的 接下来 精进 最具体的例子 像百川 会归于大海 有时候 你会觉得 滴水川石 如果有一个例子 一滴 一滴 很多人都问 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做早晚课吗 最好 为什么 它就是对峙你的懈怠心 古代的丛林 从唐朝以后 建立到清朝 经过改朝换代 这么多年代 那因为出家人都住在圣山里 就像 我常常比喻 像佛教的鬼一样 那丛林里住好几千人 那是要规矩的 所以你不能懈怠 所以他早上会有早课 晚课 可是现在时代不一样 其实早上中午晚上 你自己选择 一天做功课 你的心就会宁静 有时候你会发觉 中国人讲 一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你会发现 你一个礼拜的诵经 你的心 是有心乱油 所以修持 要一滴 一滴 一滴的水 要有长远 心跟耐性 请写下来 精进波罗米 长远 心跟耐性 你不要想看那个水 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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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滴久了 三年跟五年 都会穿 石头都会穿一个洞的 所以就像你看 大海 大海也都很多河流流进来 不管大河流 小河流 肮脏的 干净的 不干净 它都要流到大海 都是同一个海水的味道 所以举个例子 你看到西藏国教那么精进 而且西藏人还会冰关 三年三个月 所以在这里我要努力各位 起码应该用功念经 因为在经验三福里面讲 读诵大臣 庆敬行政 你可以发心念 古贤行愿品 念三千遍 一天念一遍 那一年就三百吧 三千遍要十年啊 那一天念两遍的话 你要五年啊 对不对 那法花经 你若喜欢 各位已经很熟悉了 读了古贤 古门品很好 那你若能够从 妙法灵华经 第一笔开始读 你的心量会广大如烟的 你可以发心 至少一身云千遍 有人喜欢华阴经 实际品 有人喜欢维波诀经 有人喜欢小品波尔经 中品波尔经 或金刚经 都在净土宣写录里面 我调查过 就是在历代 往生净土里面 排行榜第一名的是什么 金刚经 因为中国人呢 有六族会的大师啊 到中国传言同法 中国人呢 却会得很高啊 喜欢波日 喜欢空性 金刚经是 排行榜第一名的 第二名呢 往生基督圣贤路里面呢 排行榜第二名的是 谱门平衡 阿弥陀经 所以一生要很精进 讲这个数字不是执着 而是让你一年一年过 一月一月过 一天一天过 假如你没有个目标的话 其实你一生是很容易 忽略生命的 对不对 昨天 我还前天 我已经调查过 在座有一般人 都是五十岁以上 你一直棺材 你一直角落 踩到棺材里 其实我们生命真是很短暂的 得人真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尤其我在一个 净土圣贤路 看到一个老太太 她不识字 她当于学经 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点 跟着人家念 她只会念一部经 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大家都知道很短 打不住念的时候念 你知道吗 她一生念了 三十万遍阿弥陀经 然后呢 看到西方圣圣 亲自来接应她 往生基督圣 然后你喜欢 无量寿经的话 也可以念三千遍 我劝你 你会说 师父你讲得很好 我自己做 像我从出家到现在 无量寿经 我念过三千遍 福贤行愿品 我已经念了五千遍 你不要看我在德国功法 我有功的时候 我也是念福贤行愿品 对不对 我并不是炫耀 我只是告诉你 你真实地去修饰 它会有功德和利等 请看 中国的清末民初 有八宗的利贷高生都出现 取换说 镜头中的 印光大师 传说是 大师之菩萨再来的 看清高亮节的 红衣大师 正度双修 红衣大师 是非常了不起的才子 最后呢 命中的时候 欲知识自 你看 他就写 勇猛精进 接下来再看 有 宏元 民国时代 有一个叫 元英老和尚 叫三求堂主 求福 求慧 求生 敬度 我们众生都求的 你看他像猫念佛 像阿佛 阿弥陀佛的脸 一样 对不对 接下来 在家居士里面 如果很用功的话 你也可以达到 很好的羞耻 不一定说 在家居士羞耻 就比诸家人差 最重要是你自己 掌握修行的方法 像东南亚 华人的世界里面呢 都知道 《无量寿经》的注解 我新生路过古想集 是黄念祖堂居士 他是禅静密三中风打 禅中他拜须老和尚做老师 密宗他拜 弘教诺纳主师 拜教供格佛佛所丧师 净土中他的老师 是夏令绝堂居士 最后他预知时 是往生 往生以后 他搜出的设例子 师父曾经看过照片 五彩的 有金色的 就像黄金一样 是真的烧出来 那绝对不是呢 吃豆腐吃太多的 很多人说设例子 是吃豆腐吃太多 不是 是界定会的核心 我现在可以跟你讲 王老师是谁呢 是观世音菩萨在来的 所以你不是读古门品吗 因以和声得度者 寄宪和声的为说法 对不对 你不要想看 师父虽然是出家 每次讲经 全世界的时候 我都不会看清在家 也不会看经理宇宙 为什么 都有佛菩萨来化身的 只是你并不知道而已 所以 好 接下来看第五个 禅定波罗比 第六十三页 第九号 禅定有三个 先看一下图片 在印度 假如你到了印度菩提家 也在旁边走十五分钟 你可以搭嘟车 嘟嘟车就像你小包车 当时佛陀呢 在尼连禅河打坐 大家知道 多多雪山谷刑 后来呢 他到尼连禅河沐浴 接受牧羊里的供养 可是因为历史的变迁 现在这边都干枯了 不过去考古上 这是尼连禅河 师父去了很多次 两次 然后他当地建了一个 Sujjata Temple 就是纪念佛陀 因为古代历史考证呢 不知道佛陀是在哪个树 不过确定就是在这一区 后来圣弟子呢 就把他建了一个 Sujjata Temple 里面呢 就供了佛陀雪山谷行的 六名的形象 你看佛陀 他一天呢 只是一粒芝麻喝水 昼夜经浸六年 然后你看他的肋骨呢 都这样露出来 那想想我们佛弟子 我们说我们学佛 可能我们也没有用过 六个月或六个星期吧 对不对 所以佛陀是这样 昼夜经成佛的 然后呢 当地就验了一个牧羊女 牧羊女 然后供养她 事实上牧羊女 是没有这么漂亮的 这是后面人聊的 旁边的那个牛 所以佛陀是可以接受牛奶的 因为佛陀本身也喝牛奶 接下来 我们这是当时我带学生 一起去朝圣的时候 到那边的合照 所以我们也非常欢喜 为什么 因为佛陀非常的精进 最后呢 他开悟禅修的地方 是菩提加也 可是他开悟以后 也曾经在旁边 去昼夜禅修 这就是Narga Narga就是龙王的意思 印度Narga有很多意思 像龙树菩萨叫龙 或者眼镜蛇也叫Narga 就龙类 那龙呢 就做佛的固法 下大雨的时候呢 他就做佛陀的雨伞伞干 然后一直到雨下了以后 他对佛又绕山楂 顶领才在离开 佛也为他说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真的想要 精进买六度波罗蜜 我说过 布施持戒忍入精进 各位可能都很好 禅定波罗蜜呢 目的是要对着你散乱 所以你想要在正当电佛三昧 或大乘三昧 你要在齿观下 齿观下 就是第五度禅定波罗蜜 跟第六度波罗蜜 要用功 你看佛陀夜同明星而开悟 接下来禅定有三行 请看讲义 第一个叫安在净律 第二个引发净律 第三个办事净律 就是说真正禅定的时候 是放纵身心 严格控制你的身心行为 你的身心就会很敌尽 我们现在人为什么 会觉得很苦 因为身心都很乱 那最乱的当中 请你写下来 慢慢来 不要急 人都很紧张 其实紧张是最浪费你的能量的 科学里面曾经测过 我们为什么要吃早中晚三餐 其实是我们的妄念 我们想东想西 想东想西 妄念很多 那是最耗你的能量 真正呢 你做事啊 打电脑啊 或者我们走路啊 我们耗用的能量并不多 所以你会发现 在闭关的时候 因为你减少一些杂物 所以你晚上少吃一点 可以 但是我们平常因为要讲话 话多伤气 然后呢又走很多事 忘念有很多 所以你的心是很误乱的 像那个水 你一直在搅动它 那水呢就不会宁静 第二个讲引发净律 也就是说 在真正禅定当中啊 定中就像清静的镜子 一定会引发神通 有些人呢会看到 或许现在未来 有人甚至呢 在定中会见到佛弗萨 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假的 今天我在这里没办法讲禅坐 以后有人再会发现 禅坐是很深的 然后呢也有很多的经论 第三个就是半世禁律 就是以甚深的禅定 饶引一切众生 为了达到修持这三个禅定呢 你必须要修一心不乱 所以净土中要修一心不乱 在大宗风发里面 也要修一心不乱 简单的说 为什么 我们的心很乱 就像脱缰的爷爷 往一样到处跑 你看那动物园的猴子 Monkey 对不对 以后还掉过来 掉过去 掉过来 掉过去 他的右手抓了一个 左手抓了一个 左手抓了一个 右手抓了一个 你叫他 两个都放下 他不肯等 为什么 他一样抓一样东西 他才叫安心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像万马奔腾的爷马 爷呢 也像那个烦躁安的猴子一样 这是辟运 所以为达到一心不乱 你必须来自于 寡运 知足跟调福你的身心 请看读出资料 在大众口法 瑜伽式地论 传到中国 或是传到西藏国教的尺关里面 有讲九柱心 起传经兵 它是一个图 然后讲我们的心 像大象一样 看最下面的第一个大象是黑黑的 满脑子都是恶意 你透过凶食了第二只大象 第二只大象 耳朵就变白的 慢慢到第三只大象 整个头都是白的 就是你常常静坐静坐 有很多都会疑过 佛教通男团都在打坐 打坐看起来 什么也对这个社会没贡献 有功德吗 答案有 它调伏新的力量 是你看不到的 现在中国大陆 以及世界各地 都会讲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 其实只是暂时的 而且很多特异功能里面 都是假设找 青春期以前的年轻少年或小孩 为什么 因为他杂念比较少 当我们青春期的时候 恶魔发育的时候 妄念杂染就很多 想一些乱七八糟 但妄念多的时候 其实你就没有长定 所以你要修主观 透过禅定 你可以看到第三支到第四支 一直到左上角 那是大象被你调伏了 人跟相合唯一 急着就可以飞到天空去 所以禅定一定会升起神通 但是这个神通是自己修的 不是对外来的 在这里我多说几句 很多人都喜欢神通 有几种神通 你可以写下来 第一个是念咒或念佛 也会有神通 第二个自己修戒定会 也有神通 第三个吃药也会要 相当精准 恍惚的境界也会要 第四个就是外药的众数 会有神通 所以有些神通是真的 有些神通是假的 有些神通力量是坏来的 有些神通是自己产生的 佛陀讲你修戒定会 才会真正的了解 过去现在未来的真理 这个是真实的 而且这个不会消失的 所以看看我们的念头 所以在九度星里面 用九张图片来比喻 因为世界关系 我把它浓缩三张 第一个 我们的念 万马登腾 心乱福马 像什么 九寨垢的瀑布 这张五百里头 慢慢你调谱以后 你的心就会讲 像河平远上流动的河水 对不对 刚开始流动得很急 然后呢 慢慢慢慢变缓 但第三个的时候 你就会像大海边的海浪 金光闪闪的海浪 你还是看得到 深温级的幻境 但是你的心是更宁静的 甚至你看到一些的东西 都像做梦里版 待会讲梦 第六波罗咪 最后呢 你的心就像什么 无波的大海 这个才是真正的禅定功夫 很深 假如人家讲你一句话 你就不高兴 一点没开冷气 不如你一句不高兴 或是呢 你就吸尘心 其实你的禅定功夫是很差的 各位都听过 苏东波的故事吧 对不对 一批打破枪 对不对 所以禅定 最简单的 修属习惯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The mindfulness of breathing 或 counting the breathing 接下来 你慢慢熟悉 你的心就会像莲花 不不拟而不染 正要去常常的训练 所以有些人 他一打坐就没关系 有些人呢 他没办法 在禅经里面 比如说 有些人是过去生 修一把一世 都在修长座 有人修实事 有人是精神在修 所以每一个状况都不一样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 这个羞耻的潜藏 答案是 你没有练习 许个例子 你在这边演讲 可能比较长 你会觉得累 或是你参加产修中心 哎呀一坐就腿痛啊 腰痠啊 背马啊 他说 回家打马场 三天三夜 可以不睡觉啊 那是圣神的禅定 可是那种禅定啊 蛮所有的心的都是 我要迎接 可见我们的心的力量 是真的很大 只是我们用在对的地方 或错的地方 我们有没有正确的去训练 据个例子 西藏最伟大的弥勒日巴 他昼夜都在深山里修场地 他吃绿色的植物 修到最后 他整身都是绿色的 身上还残碱 你看中国伟大的南华寺六种贵能大师 你看我们在德国夏天很热 三天不洗澡也都会很臭的 当然呢 死亡的时候 身上呢 都会流出一些不好的议题 可是六种贵能大师 缺他的大悲恋心 让人家知道南蛮子也能成佛 金刚波仁波罗利 让你明星渐进 渐进成佛 所以六种大师成为一个肉身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这是超越科学 这连科学都无法解释 对不对 接下来广东南华寺 除了六种贵能大师之外 还有武侠德上 还有汉乡大师 那台湾也有武尊肉身补丧 像戏子慈行补丧 我的师父比丘尼 供德老人 一百岁的比丘尼 还有心殿 清殿和武尊肉身补丧 所以各位加油吧 讲如德国佛教界 出现了一个肉身菩萨 它会震动全世界 我相信英国BBC电台会来采访的 你不怕多不了众生的 十圣的功夫是广大五边的 接下来看台湾最有名的 禅尽双修的光清浪和尚 我们叫水果师 他也叫福虎和尚 老虎看到他就蹲下来了 请问 你们在动物园看到老虎 是老虎跑还是尼跑 凝聪的人跑 对不对 那老虎是出身 可是你能够享受它 是因为你心中有真正的大悲心 以及甚深的禅定的 所以清净心是长纳的根本 所以心要保持清净 这是很重要 所以净土中 讲心净则古净 你心不清净的话 你是无法往生极乐净土的 好 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有趣 也很重要 叫讲一切为心臟 这是韩国元晓大师 我想多讲一些故事 可能对你会比较有利益 六都五波罗幣 广大古边 韩国元晓大师 他是朝鲜人 然后呢 他很小就很有善根读佛经 到了年轻的时候他出家 出家当时的日本跟韩国 都有浅唐朝的浅唐使 就是会派韩国 或是日本的出家 再加上中国唐朝去学佛话 因为当时中国佛教呢 是非常兴盛 中国文化呢 低大无果 所以日本跟韩国 都会派很多叫浅唐使来学习 那同样韩国元晓大师 也听过大唐 有很多的高僧 八宗都非常兴盛 所以他曾经想要来中国求学 学佛法 可是呢 他就找了一个同伴 那从南朝 韩国呢 当时有分三个国家 我们现在是北韩跟南韩 他是在南韩 那他们就往北边走 那一路呢 就走走走走 到庙里面去脱锅 住人家 有一天 他突然呢 走得很晚 结果前路找地 后路找地 结果没有地方 没有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突然找到了一个 有一幕的山洞 那路已经快天黑了 他找到一个山洞 把他进去 然后呢 他就会 看到以后呢 他那时候肚子很饿 才看到 哎 刚好今天可能有人下葬 就是尸体掩埋 藏命供的供品 这时候呢 他们很恭敬 就为他问许 就拿着师父之下 我这个就是韩国木鱼 就叫这个 叫波耳波罗宁多心经 他念了 大悲观世音谷上 念了三车 念观世音谷上 念心经 然后让情谷送经 送经完 他就跟王者说 他这已经死了嘛 我们两个和尚还没吃饭 我就跟你拿贡品了 不好意思 他们两个因为 走得一天非常的累 吃饭吃饭 吃得太快 就不小心噎到 糟糕 文晓大师噎到了 那另外一个法师呢 就是说 他快拿水来 他就冲出去了 冲出去了 因为他天已经黑了 他就拿个水来 看到那个水池 就表立表来 然后再喝下水 他就非常的甘甜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 噎到有水 噎到有话就去吃 吃完有话 就帮他送经文家 就睡觉了 睡得非常的好 因为在墓里面 没人吵 所以他睡得很好 当时第二天天亮了 他们就再继续送 那么大会关心 古达西基 谢谢这位王者 说谢谢你供养 出家的人的功德 他们就出去 出去呢 太阳艳阳高照 就会这样 一走的时候 他看到有个水池 然后他就问 可是他看到那一幕 他吓得一跳 为什么呢 水池没有很大 那他们早上要想洗脸 他们两个就去洗脸 走过看到水池 在地图的那一场 天啊 他觉得水非常地甘甜 可是抬头一看 这个水池那一大 前面就会有一个骷髅桶 上面呢 爬满的曲曲跟虫 然后他就说 愣一下 哇就吐出来 他的桶就吐出来 那他就喝下去了 他就问 法师 我昨天晚上吃那个馒头 噎到的时候 你是从哪里拿水的啊 他说就是这个水啊 这是哪里都没有水池啊 他说天哪 我昨天晚上看不到 我觉得这水非常甘甜 可是呢 你看 我们现在也看到 两个人都呕吐下来 最后呢 他就把头栽进去了 就喝了更多的水 这时候 他真正开悟了 他才知道 原来万发伟心 当我们晚上的时候 我继续讲佛师 再说什么的解释 他说我就不用去唐朝了 走遍三千大千世界 悟的佛法 就是一切为心照 后来原晓当时 一却没来中国 可是他读经论的时候 他全部都能通道 可是另外一个法师 他说不 我这一切就是要去唐朝 求佛法 他说我祝福你吧 希望你去唐朝 求佛法 将来回国的时候 来利益朝鲜人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是利益很大的震撼 再回来倒带一下 你看晚上 他们在坟墓里面吃东西 突然 毕业到了 不要喝水 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 跑出去帮他拿水 可是他并不知那个水 是肮脏的 对不对 表示你的心 没有好跟不好的分别 可当第二天的时候 他早上出来 想要洗脸刷牙 他喝下去 选那一擦 他也很干甜 可是头一抬看 原来同个水池里面 食尸体 上面泡满的蛆蛆 还有丑腐烂的尸体 可见 好跟不好 其实你的心 便去判断了 当然我讲这故事 你不要误会 不是说明天开始 我们就要去喝服务的水 你们要听懂 是告诉你 你心里有强烈的排斥 或是洁癖 那你走到哪里 你都觉得水水干净的 佛法讲开悟是讲你的心 这故事是很有趣 各位好好去体会 当然我知道在德国 是很几乎的国家 像我以前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雪楼不一开 那都不得水 可是呢 请问你们如果到印度的恒河 刚刚River 各位都看过图片的话 对不对 他们认为是圣河 可是从我们西方把它拿起来 天哪好几百万的细菌都在 可是当地人为什么活着 因为他有虔诚的信仰 在印度人认为 他们是从西方神创造来来的 人的一生可以在恒河里沐浴 那是非常高的荣誉 可以进化 当你来生投胎的时候 你就会从恒河回到梵天 所以从西方的角度来讲 你觉得是很肮脏的水 可是从印度教来讲 那是Holy Water 所以好跟不好 讲到究竟处是由你的心所显现的 接下来再看第六度 翻过来六十四页 波仁波罗蜜 在佛教里面有波仁波罗蜜 波仁比较深 待会我还会讲能力给各位听 先请看 翻证片 Pratinian Parami 第一的波仁波罗蜜佛母 他右手拿金刚处 左手拿波仁波罗蜜 然后波仁金 这是藏传佛教的造型 所以佛教里面有波仁波罗蜜 波罗蜜 请看六十四页 翻一 无相智 二 受用法乐智 第三个 成熟有情智 那第一个叫无相智 就是正无万法都是空性 照见他究竟的本体 待会会解释 我先念完 第二个 受用法乐智 就是你真实知道 因缘果报的缘起 不能够免除 你因此对山和大地 就像镜子一样照亮了 所有相对一切的本体 这样的智慧 叫受用法乐智 第三个 就是为了帮助众生 成熟有情智 他行四色法 就是他行故事 爱与非他同事 所以你有智慧 所以帮助众生 你要有智慧 才会生气善强方便 那在波冷度里面 我们常常也有讲 闻思修三种的智慧 所以你要洁净 所以佛法最强 所要修的是什么 是智慧 举个例子 先看梦 这个是我在香港拍的 海洋世界 你看海底世界非常的美 前面有玻璃 对不对 你看啊 再美的东西 就如梦如幻 佛法为什么要讲空性 就是告诉你 你认为是真的东西 其实它都会变 那像海洋世界 一个孤梨 也没有小丑鱼 现在你就把孤梨打破的时候呢 其实水流出来的时候啊 小丑鱼就死了 也不会很美 接下来看彩虹 一切的幻象形 现象虚空的彩虹 彩虹看起来很美 但是你若施主去抓它 是抓不到的 但是彩虹的确存在 所以这叫缘起 而你抓了海洋呢 它没有本质 所以它叫信空 所以佛教缘起 信空 这是很深的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学布尔波罗咪 是因为对峙你的鱼吃 前面的五度波罗咪 布施词戒忍入 精进长定 印度的婆罗门教也有 印度的外道也有 席客教也有 我们中国的道家 尤其修的鱼化成仙 前面五度都有 第六度是佛法跟外道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只有佛法有波罗咪 所以波罗咪的功德是很大的 接下来你看 这是中国大陆的明南 在美你的景象呢 就不梦不幻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常常不会接受这些 请看 来 现在有左手有个镜子 佛经里面常讲 能所对立 请专心听 能 现在我们能 讲经的subject object 能讲经的心股师 是我 对方你们全部 在专心听 佛法的信众 我们能所的对立 就像镜子的反射 好 先看这张 讲错没有关系 左边是镜子 右边是印度 一幅画 请问你现在看到这个幻灯片 你觉得是一幅画还是两幅画 还是两个都不是 还是两个都是 再想一下 好 待会我问你举手 你觉得是一幅画的请举手 举错没有关系 好 你觉得是两幅画的请举手 好 手幻想 你觉得都不是的请举手 好 手幻想 没有举手请举脚 那你有没有在专心听啊 好 专心听哦 你看 右边是一幅画 左边是反射 那你说一幅画 可是你在这幅画没有看到两个啊 所以你说一幅画也不太对 那你说有时候那两幅画也不对 一幅卖一百万欧元 那两幅画我应该可以卖两百万欧元啊 事实上一直卖到一百万 你听懂什么在讲什么吗 就是说这是佛教里面波人 在训练你的思维 为什么讲形象是真的只有一个 只有一幅画 可是他有反射 所以让你看到有两个影像 好 再看下面 小朋友 听说现在台湾的小朋友 用这脸样叫照照镜子 看到自己 对不对 你看啊 我们小朋友很小啊 大概是三岁吧 五岁 你看啊 在幼稚园 有一天老头上认识自己 拿个镜子 你看很多在那 你看右边的那个不知道 小瓜这样就跑掉了 你看小朋友的世界里面 他看镜子的没人反应 有眼睛盪着大一盪 有人说这是我吗 对不对 那请问你每天早上 你在照镜子的时候 刷牙洗脸的时候 你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的是真正自己吗 还是每天都不变得自己呢 其实一切的万法都不是真的 都是你心反射的 就像刚才讲的 只有一幅画 其实是心的反射 所以写下来 当你不高兴的时候 只不是别人不高兴 是你的心不高兴 我们人常会责备别人 老公和老婆 都是你的错 就是错 错是错自己 一切都是从镜子反射 你看一些东西都很好 第一天还第二天我讲过 当你心情高 你看一切都很高兴 别人跟你借钱都很好 可是呢 当你心不高兴的时候 你看一切都不顺眼 所以外境的好跟不好 其实是你的心的反射 叫做the reflection of the mirror 像镜子的反射 你看这张画 对不对 下面镜子反射 佛马告诉你 一切万法都不是真的 它是暂时的 比方说 昨天的心红石跟现在的心红石 请问是同一个还不同一个 这个很难打 假如说两个不同的 那变成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 糟糕了 那有两个心红石 这样也不对 那你说 昨天的心红石跟今天的心红石 都一样 也不对 昨天的头发比较短 现在头发长了一点了 今天还有青春痘 所以我们身上的西方 每天每天都在刹那在变化 所以佛话讲 刹那刹那都无常在变化 可是我们不察觉 我们只有在哪时候会察觉呢 我们在心很宁静的时候 有禅定的时候 我们才会察觉 了解吗 所以一切都是心的本身 好 现在我讲做梦 全天听 假如你现在做了个梦 梦中呢 阿弥际家曾经呢 做梦在梦里面 结果呢 你梦到自己 我想各位都做梦 不管是做好梦或做外梦 假如一天你做梦 你梦到呢 你中文德国的产卷 Lottery 你现在做梦 结果呢 很高兴 你开奖了 结果呢 我让你中文第一特奖 在梦中就很高兴的 对不对 你要去领钱 在梦中呢 你比较希望领到cash 就是现金 当然啊 可能德国很有支票 可在梦中你希望看到很多钱 你才觉得使用力 假如你很高兴的去银行领钱 领钱的时候 你还开了一台车子 你的这个B&W 或是老师来师 你去开车到银行去签 签的时候 你还能想到有两个警察 保佑你 把所有的钱都搬到车上 搬到车上就是你很高兴 你想太好了 或这笔子终于不用工作了 然后你就越想越高兴 就边开车边放音乐 就唱歌唱 然后越开越开越开 到这红绿灯的时候 你没有看到红灯 照光在转弯的时候 砰的一声 车子撞到了 在梦中里面发生了火炸 说哎呀 糟糕 我的钱都被烧光了 然后你就醒了 好 请问一下 下来问 在做梦的时候 你认为你 中了乐同很高兴 请问在梦中的高兴 是真的还是假的 回答我 在梦中 你觉得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在梦里你真的 你这么高兴啊 开着车啊 对不对 零 cash啊 对不对 你在梦中里面 你开车是真的 在梦中里面会真的 结果在梦中的时候 因为你开车很高兴 边唱歌 你就太得意忘心 想太好了 我这边真的不用工作 我可以去世界里游 结果呢 在开车开的太快 因为加速的转弯了 你没有看到红灯 结果一个车子发生了 车祸 砰的一声啊 结果发生了火灾 然后呢就把你的钱 全部烧掉了 那请问 那一刹那之间 你觉得糟糕了 我的钱被烧掉了 你那种紧张跟不安 请问在梦中 是真的还假的 也是真的 真的还假的 真的 在梦中是真的 可是当因为你的钱 都被烧光的时候 吓起那一刹那呢 醒来以后再说 哎呀 我刚才做的是个梦 请问你梦醒以后 在想你那些 以前刚才做的那个梦 请问醒来以后 回想刚才你中假 开车唱歌 以及发生车祸 以及 这个所谓的cash 你的现金被烧掉 请问你醒来以后 再回去想 请问梦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 对 等你梦醒以后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注意听 这就是空性的教法 在梦中 我们的确认为是真的 甚至你梦过的 梦中 有些还梦过的死人 棺材 中国人说 梦到棺材会发财 所以不一定 中共解梦里面这么说 你不努力也不会发财 可是呢 有些人也会做梦里面 你被人家追 或是杀 或是呢 你会碰到不好的人 来伤害着你 在梦中跑跑跑跑跑跑 你擦来会 啊 你醒了 可是你会发现 你的枕头啊 就是湿的 你的身体也下了一身冷汗 所以 其实在梦中的时候 我们都把它当真实的 所以佛陀说 我们的灵魂啊 就像在梦中一样 我们现在你看 有房子 有车子 我有人 有师父 其实我们也在做梦 我们做什么 人生的生死 当梦 在梦里面 我们必须 就把它当真 可是当梦醒的时候 这个批语是什么呢 当你开幕的时候 当你开幕以后 你看到你的过去 因为现在 未来啊 就像在录影带一样 请问 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举个例子 我说 佛教徒不要跟鬼电影 因为一切为心照 你在看鬼电影的时候啊 你啊 周末的时候 把它关起来 然后呢 灯关的安排 一遇鬼来 嘻嘻嘻嘻嘻嘻 其实那鬼都不是假的 电影演的 你知道吗 你自己相信自己 可是呢 你很享受啊 很刺激啊 对不对 可是你把电影呢 鬼电影 你关掉的时候 其实什么鬼都没有啊 我们开幕的时候 就像这样 所以我们家大师 郑道哥说了 一句很有名的诗迹 梦里明明有六群 绝后空空五大千 最后也像六十三经 我做梦的时候 明明有觉得 有六道轮回 我有男生 有女生 可是当我开幕的时候 六道轮回啊 也是假的 请看幻灯片 六道轮回都不是真的 是暂时的 是演戏 以你的心 演出来的 因为六道轮回不是真的 所以你才能开幕成果 假如六道轮回是永远真实不变的话 那我们永远做的人 就没有开幕成果的机会了 所以先写下来 一切的办法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自心的反射 你看人家不高兴之后 你要提醒 其实是我的心开始不高兴的 我常常去挑剔别人 critical 在批判别人 其实不是别人错 是你的心啊 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讲uncomfortable 我very angry 接下来再看 在过人的里面 还有最凶水的文书施利菩萨 文书施利菩萨 就是进入解脱的门 请看 这是印度跟尼泊罗造型的文书施利菩萨 瘦瘦的 很有印度的风 它起的那靴子也是尼泊罗的狮子 跟中国狮子不太一样 接下来看 刚才有看普贤十大片的短片 就是这张文书施利菩萨 它是宋朝以后所画 中国很相讨庄严的文书 北京法院寺的壁画 第三个 决定介绍过古台山最殊胜的大智文书施利菩萨 书像文书 接下来古方文书的五种壁画 代表古方佛的智慧 中间的是黄文书 接下来再看东密跟唐密的造型 非常相讨庄严 其狮子后 佛教导讲佛讲经佛法 代表狮子后 上面有欧阿后种子字 他拿着智慧剑 左手拿大波尔经 波尔波罗密经 这是唐密跟东密造型的文书 这个是藏传佛教黄色 黄文书 非常的庄严 文书心咒 讲 互阿拉巴扎那地 我也经录音试过 各位可以上网 我唱过文书 阿弥陀佛 观音跟地藏的符号 他是唱文书心咒 现在很多人呢 寺庙说吧 学生考试之前呢 临时报佛讲 去灌一下文书咒 当然也不是不好啦 但不一定你会考试通过 因为要靠自己努力 这是藏传佛教 在黄教格鲁派 每天他唱的就是文书心咒 希望你日日波日波浪的智慧增长 这是北京东河宫 同流经的两层龙高的宗科巴大师 就是东南亚研究的菩提道 次第广论 就是文书不上的化身 接下来这是新加坡 有一个阿弥陀佛 佛提的三层 里面呢 共证中间是宗科巴大师 左边跟右边是他的两大弟子 叫蒋朝节跟克主节 所以空性的智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继续再讲 看中国西天启军的玄庄大师 请看这张 当然中国人有西游记 其实玄庄大师旁边 既没有唐三藏 也没有孙悟空 那是文学 真正的玄庄大师 他是有读家中 但是走到西天 死守之后 有些生病了 有人退了到西 有些分子 到最后是他一个人 走到印度的 那特别注意 他身上有戴护鲁头 护鲁头他是修余解释 事实上玄庄大师 也修东力 他虽然是大臣的高僧 然后呢 但是他呢 显密是原容 他一生遇到困难的时候 中间能莫大悲观世音菩萨 以及他念过了心经 所以心经的功德力是很大的 那很高兴的呢 我亲自顶礼过 玄庄大师的头盖骨设立 在台湾日月坛的玄光寺 中日由日本 日本曾经保留 有玄庄大师的头盖骨设立 但由一片子自然调落 后来在中日文化交流的时候呢 他送给我们台湾 我们当时的总统 将中正亲身 把他安置在日月坛玄光寺 那这次要来之前 四月过去中国大陆 朝了九华山 黄山跟骨山 回程的时候 我经过了南京 南京有一个寺庙 也有玄庄大师的设立 我非常高兴 我这次鼎立过玄庄大师的头盖骨设立 它呢是非常有机的大骨设立 那玄庄大师一生都念什么呢 念观世音菩萨 南莫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是初期日本造型 也是印度风格的 是日本造的 《童流经》的 《莲花手观音》 你看 观世音菩萨长得那是 大帐不想 手拿着莲花 那因此 在波尔波罗宾里面讲 不要利益众生 其实慈悲跟智慧啊 是由此手 手掌跟手心 你看 在《光无量寿佛经》里面说 观世音菩萨会光中化六道众生 请看 右边 还有天人 还有人间的人 然后左边呢 左下角是有马 所以六道众生 那观世音菩萨光中化佛的时候 他因为是过去古佛 所以他也化西方三圣 所以我们比如说 应以佛生得度者 寄宪佛生何谓说法 因此在新加坡 就有六臂如意的观音 所以 观世音菩萨虽慈悲法门 可是他也叫 波尔波罗宾 叫观自在菩萨 常常你要反观自己 身心自在吗 接下来我讲一个 可能各位有些人有听过 有些人有没听过 这是我西藏一个老师 很喜欢讲的 叫One Million 这是真实发生在美国的故事 听过来你先不要讲话 没有人听的你就专心听 在美国有一个老先生 因为全世界经济都不紧气 那他呢 也喜欢买产券 Lotery 他在买了以后呢 很不幸的 他就买了以后 当时他太太陪他去买的 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结果呢 他呢 我听过我的老师 讲过三次这个故事 我每次都很感恩 没有很多的体会 他就是要两个公平 就是告诉我们人心不要太执着 那他呢 买了这个Lotery以后 他跟太太去买 所以他就把收据 跟那个奖券的号码 就夹在包里 结果买了以后 过了一两个星期 不幸 他得了癌症 而且一检查呢 就是第三期或第四期的癌症 结果他的太太跟小孩 就非常关心他 就送他到医院去做治疗 然后甚至住病房 还有家务病房 结果他没想到 他住在这个病房后的半个月 突然美国呢 定期的胎奖Rotery 一中 结果他中了1千万 结果他中了以后啊 他太太知道了 他看到了 哎呀 这是我老公做的 太高兴 太高兴了 那呢 对不对 那我要不要告诉他呢 可是因为他先生 身体很脆弱 而且还开了刀 然后现在呢 家务病房 他怕呢 他先生的心脏不太好 受不了就打击 一告诉他 万一心脏病 一复发 那他老公就走了 结果呢 他太太就很紧张的说说 那 但是不要跟他说 可是呢 他儿子反对 Jackson 妈妈 不行 这是爸爸妈妈的 这是他的权利 而Coding the Lord 应该告诉爸爸 后来他们家呢 就上门讨论 好 那要告诉爸爸 怎么告诉他呢 就要跟主治代妇讨论 讨论了很久 serious meeting 到底要告诉他 还是不要告诉他 谁告诉他呢 最后呢 他的结论是 一定要告诉他 因为这是他的权利 可是是由谁告诉他呢 是由太太告诉呢 还是主治代师 医务告诉他呢 从医学的角度呢 他们决定开会 投票说是应该有主治代夫告诉他 为什么 因为他身体很脆弱 如果发生了心脏病或心肌梗塞 那是有法力责任的 好 最后他们讨论完以后呢 他们太太跟小孩就在外面等 然后呢 这个主治代夫 doctor就先进去看他 How are you today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就是先问他 告诉他这个天气很好啊 然后就问他的病情啊 那他说 nothing special 他说他ok don't worry 不要担心 就讲讲讲讲 就切到主题 说mr 听说哦 你还没有进医院之前 你好像买了一张 你买了一个彩卷对不对 他说对对对对对 我要买了 doesn't matter 他说if 英文讲hypathy 假如你中了一百万的话 那你感觉如何呢 那老先生啊 因为生病啊 你知道自己癌症 你知道差不多 他说ok啦 假如我中一百万 有中跟没中啊 没有什么用啊 为什么我已经这么老了 我这次生病啊 谢谢你照顾我啊 我家人很紧张 其实我也知道我大概not a long life I know my day 我知道我大概没有多久的日子 假如我中一百万 我一定是分你一半吧 他说really 那主持人还会讲 really ping wait a few moments one moment 他考到旁边 考到哪里一张是 就写了 If I got a one million lottery I decided to share half a million to this doctor 他们要写下 因为乖乖 我说无评嘛 对不对 我说无评呢 就像 Mr. Can you kindly sign that for me 他想 这个医生对我很好啊 就这么照顾 他说不可能啊 没关系 假如嘛 他说假如嘛 if 他就sign了 就他立刻签名 一签名当中 当场 动物的医生 有一人倒下去了 你猜是谁 我怎么这么聪明啊 对 结果倒下了医生 结果那个老先生 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在家户病房 没有紧急灵 他就按 嗶 嗶 嗶 结果他的太太讲 糟糕 我的老公一定挂了 然后太太呢 跟小孩进来 然后紧急 因为按警铃啊 那紧急的救护队啊 医生的护士 全部都冲进去了 结果呢 他妈妈 他的太太一看 嘿 老公 倒下去了 就是那个医生 然后呢 他就说 What's happening What's going on 他说 You got the one million Lotary Really Yes I keep a receipt I show you 结果呢 那医生呢 就被送出去了 送完出去也会 就是太远见了 真的当早 急通的报话就过了 他也真的没有一个报话 好 然后后来呢 他太太才详细给他解释 这发生了什么 是说 先生你真的得到了 后来他的先生 因为很开心啊 然后慢慢治疗 最后呢 透过化疗 最后就出院了 而且这个医生呢 还把他钱呢 捐了一半 给慈善几个 好 为什么这个故事 或许提起来很好笑 注意听 我们人生讲不要执着 讲了物如梦如幻 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人 对很多都有很多的强烈期待 期待就像什么 像那个男人 那个医生嘛 对不对 假如呢 你中个1 million的话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半 他没想到他老先生 真的签了 结果他太高兴了 Unexpected 完全不是他期待 就让心肌梗子在 在蹦 就刮了 其实我们人为理 为什么很苦 就是一切我们都把它当真实的 比方说现在师父拿着茶杯 师父都是玻璃的话 我抓得很紧很紧 抓太紧玻璃碎了 我的手就会受伤 可是你看我现在喝水 我也要很正确的拿到手笔 假如我没有拿到 棒的一身掉下来 玻璃碎了 你的脚也会自伤 佛陀告诉我们 不要执着 并没有否定 三个万物的存在 空性的智慧是告诉你 抓着的时候 要刚刚好 不要太紧 太松 所以英文讲 不要执着 叫Nan Non-grasping Non-attachment 我们人为什么很痛苦 其实就像刚才那个医生 我们还没有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有强烈的期待 买到好房子高级住宅 要请一个保安人员来 出门的时候 又怕家里的金银珠宝 被一两头 还没有得到的时候 我们有恐惧不安的期待 当我们得到的时候 我们却又怕失去恐惧的不安 所以其实我们人 永远都在恐惧中 佛陀说 是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的真相 为什么讲空性 因为空性的教法 可以让你了顾一切事实的真相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很多东西都抓得 永恒不变 还有一个 我们期待它永远不会变 就是我们的烦恼 比如说举个例子 现在经济都不紧急 我们常常能够开会 开会 开了很多 到最后呢 开到死 昨天开会完 第二天老板说 We need another meeting again 那你就非常生气 We already decided Why do you need more extra meeting 我们昨天不是决定了吗 为什么你今天还要再开会 因为你希望它不要变 所以写下来 所有的东西都会变 天底下没有叫做三王岸 爱情也会变 因为你的心会变 别人也会变 天底下没有一个人 永远把握说 自己永远都有工作 为什么 这个无上附的当地都在变 那认识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当你遇到挫折或打击来的时候 你的心会比较有弹性 这是空性教法的真实利益 所以请看完那篇 观音菩萨要度六道的众生 他生生世世都在度众生 可是他不认为他有众生可度 所以观音菩萨由普门视线 他可以立三恶道的众生 可以立天上人间的众生 他可以也未立两目空性的菩萨众生 也可以立样身闻跟圆觉的圣者 但观音菩萨生生世世度里 从三恶道度到人间 人间度到天上 人间度到净土 目的是什么 最后一个 为立众生愿成佛 所以正才是观音菩萨上 大慈大悲的地方 好 我终于六度过 我们明讲完了 到这里 请看下面最后的总结 不失 不失是你可以操 对峙我们的肩胎 就是利色 持戒对峙我们有恶念 忍入波罗蜜对峙于我们的称恨 精进波罗蜜对峙于我们的邂寒 财定波罗蜜对峙于我们的散乱 波罗蜜对峙于我们的鱼吃 注意每一个波罗蜜都有叫做波罗蜜 波罗蜜像是印度一种水果 在这里讲你修布施 持戒人物的六度当中 都要与佛教的空性相应 正才叫波罗蜜 你想想我们人类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但尊贵的是叫佛理佛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都叫很多不得 当然下山的梅拉菩萨 也是讲六度波罗蜜 所以我们人类有无量无边的烦恼 可是从霸证佛法来讲 把它归纳了六类 我再念一遍 对之 坚贪 恶念 称恨 懈怠 散乱与一致 没有教导也没关系 我们有全程的录影 将来你可以复习 所以你才知道 修行为什么要三大阿神奇迹 为什么修行要经过无量阿神奇迹 你可能一世都要修很多很多的烦恼习情 我说过金刚经 释迦奥宁国光修忍入波罗蜜 第三度 他用了五百事 都是忍入先人 对不对 当然你正悟的时候 没有时间的空间的限制 过去现在未来 就在一念当中 就像看如影带一样 好 接下来请看六十四页做总结 修得六度跟二资粮 你可以得到无限的喜悦 现世你可以得到人天福宝 所求无愿 来生你可以继续做人 你可以升天 天上有很多佛菩萨 也有灭乐菩萨 你完整的可以圆满 获得二资粮六度 最后可以成就无上的佛果 做的总结 三天的演讲到这里结束 第一个请你记得发不敌心 犹如蓄日东升的太阳 第二个我们佛教徒 学佛要训练你的心 刚开始你的心就像点灯的蜡烛一样 风一吹 各种八风都会把你的 都会吹动你的洗面 你的蜡烛 这个蜡烛代表我们心中的菩提光明 慢慢的蜡烛 你训练成像灯塔一样放光 骗到很多的众生 最后你会像观世音菩萨的一切诸佛一样 游如太阳 骗照全球和无量的众生 不管来天 夜晚 不管是各种人种 你用平等的把悲心去照顾它 最后补充资料 我们讲供养有好多种 第一个 首先我要感谢很多人 很多人都不讲 师父我要供养你 第一个有心的供养 金钱 衣服 医药 或食物 是这叫佛教四世供养 昨天也放了这个一整短片 这四世供养 你自己供养多少都会申请你的功德 第二个你如果没有钱 其实身体的供养奉献你的体力精神 你也可以做功德 我刚才说过 印度再世的时候穷人也可以申请广大的功德 没有钱一样可以学习佛法 没有钱一样可以利益广大的众生 第三个你也可以用口的供养 随时随时利益为别人介绍听闻证法 包含流通DVD网站小网络 就是全世界人都在听闻佛法 第四个意念的供养 就是心心念念 顾持正法的善知识 佛行事业 其实这五种的供养 请看最后一个最殊胜的供养是什么呢 如说修行供养 而快速征悟征活 留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爸爸和妈妈生日的时候 小朋友都会画卡片 要献给妈妈 甚至给妈妈一个很sweet或supply的gift 其实爸爸和妈妈看到都很感动 可是爸爸和妈妈都会说 其实儿子你的心意我令 其实你不用花这个钱 他在乎的是你的心意 那作为爸爸和妈妈在乎的是什么 你这个孩子堂堂正正的做人 好好的读书 将来对这个社会和国家有贡献 那就是让爸爸和妈妈最心安的 同样的一此类推 过去现在未来佛佛 他根本不需要你拿金银银铂铁 去供养他 过去佛成佛的时候 他功德都很远嘛 大悲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千百亿化身 来广说佛法 利益众生 他最大的供养是什么 你好好按照佛讲的道理 就如说修行供养 从轮回里面得到寝托 而就近成佛 那才是对诸佛最好的供养 当然前面四种供养 你依你的能力做 因为你会升起功德 但最大的供养是什么 你早日成佛 而不用继续轮回受佛 就像父母一样 希望你做堂堂正正的人 早日对国家对社会有奉献 那父母就会安心 这个才是最大的供养 好 最后多说几句 欢迎永远来商业经社 讲连到台湾的话 讲义的最后一页 有我们商业经社的网站 也有email 也有私人的email 你有问题 你也可以email给我 欢迎到商业经社 商业经社很小 但是呢也利益很多的众生 我们佛菩萨家属有华言三圣 也有千尊观音 所以最后我要感谢很多人 希望大家要精进 佛法很殊胜 人生很古短 好 那希望你们精进 最后请看六十七页参考书目 有非常多 我只推荐一本 第六十号 编号第七 The Sixth Perfection 因为我们在国外受教育 可能呢对英文对有些人来会有用 就是师父手上拿了这本书 六度波罗蜜 这本书写得非常地好 这是全世界我认为目前最好的讲六度波罗蜜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你自己可以上Amazon书立去订 那普闲行愿品也有中英对照本 我这本呢就会留在德国 交给利品 好不好 不急不急待会 这是中英对照本 有中英对照本的普闲行愿品 如果你需要很多 再跟商业经测说 我们会空运或海运进过来 因为有些年轻人都是读英文的 读中文英文或德文 都会升起广大的功德 好 那在这当中 我好像还要回答问题 来看一下 很可爱啊 好 师父 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解决 我们家房子周围有很多的蚂蚁 又不能够把它弄死 可是时间前我们就会把房子挖空 请问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有 答案注意听 请你拜观世音菩萨 至少念七遍大悲神咒 念大悲神咒 大悲神咒 然后你撒 变撒的是说 蚂蚁啊 你也是众生未来佛 可是我们的房子不能够 让你住坏 请你搬家 我再讲一遍很重要 你念大悲神咒 拜观世音菩萨 也可以念六字大悲神咒 先念祭 变大悲神咒 然后呢 家里厨房 他里都撒 就是跟他并摆 还通知 然后呢 三天请他搬家 搬家以后呢 你这样明白以后 他慢慢呢 养张大悲观世音菩萨 你就会发现 你这样的蚂蚁或白蚁 就越来越少 是真的 我们上一期 在旧金社的时候 书架里面也有白蚁 蛀了虫 会想跟我讲 说师父我们可以喷 杀虫剂吗 我说不可以 你说喷的话 第一个是 师父 我是蛀子 对不对 听好 蚂蚁是云云的众生之一 它也有佛性 我们会觉得 他对我们困扰 那是你站在人的角度下 没有错 他既然是众生 出生到的众生 他就是要生存的繁殖 可是我不认为 你杀他是唯一的方法 而且你杀了他 你可能解决了 但是师父很有汉的提醒 你没有下来 将来你就会生病 而且你会生奇怪怪的病 药都治不好 然后假如家里有蟑螂 我教你 也可以一个方法 你看一排的蟑螂或蚂蚁 就拿饼干 把它磨碎 然后呢 念观之音菩萨 念阿弥陀佛地藏菩萨都可以 至少念一百零八遍 然后呢 你就把饼干从厨房这样排 排排排排到外面 那他们就会顺着饼干 这样全部都搬出去 这是真的 我让回答说 或许对你来讲 你会觉得很麻烦 但是师父千万劝你 不要伤害众生 杀生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第二个 师父请问 我们念大悲神咒 来度家里的小动物如何做 有什么衣鬼 请你上网 我有别一个观音精鬼 在显密原容观音法门里面 我不知道这位陈慧离师姐 他 财云帮忙记一下 给他看 显密原容观音法门 不是现在 讲你前面 我变得一个观音简棍 就按照十大悦一样 来拜大悲餐 下一个问题 念古闲习愿品 要求生极乐世界 请问要念多少年 念多少年 答案一人而异 愿越动越好啊 至少念三千遍吧 为什么 因为你过去的业力 是很重的 那假如一天念一遍 三千遍是要十年 如果一天念两遍 那至少五年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急 那你怎么判断自己 我念了而有效呢 是看你的念头 你越念的时候 刚开始业力会现前 可能甚至做噩梦 然后呢 你呀 慢慢的呢 我长话长说 看时间 就是说不管诵大乘经论 或诵地藏经 你刚开始一诵经的时候 就会生病 那叫做过去的恶业 不要放弃 继续念 你刚开始念的时候 会有障碍 是在你随缘相就业 举个例子 我的妹妹 以前七月 诵地藏经 她因为不太懂佛法 她念念念念念 有天跟我讲 哥 窗户外面有个鬼 然后她就不念了 然后有人说 晚上不能念地藏经 谁说的 所以家里不配动地藏古上 谁说的 佛都没这么说 人说的 都是佛有乱乱讲 地藏经不是只有读鬼 家里也可以念 谁说不可以念 至于你在念地藏经 你地藏经来讲 会有无读鬼 天龙八部 所以当你念地藏经的时候 你会听到家里有声音 或声音总动 不要害怕 地藏古上在你的头顶 不念你 继续念 不要放弃 因为你在念的当中 我们地藏古上的威神力 佛力 法力 你的业力就会颤住 接下来 第二个阶段 你可能做梦会碰到棺材 死人 过去恐怖的经验 没关系 这叫业障掺杀 第三个 你就会梦到莲花 出家人 太阳 月亮 吉祥的 然后 甚至参加法会 这叫善业献钱 一直到善业 恶业都消除 念到没有梦的时候 中国人讲 圣人无梦 你的业 你才会掺除的 所以你要问我说 念多久 或念多少遍 其实是因人而异 没有绝对的 好 当然时间就到这里 有一个联友 问了一个我 不太很想答的 不过还是答好了 师父 请问 布施是六度的第一度 佛陀曾经舍身为父 那我们平然可能做到这样 他就跳到另外一个问题 请问 以佛法的角度来讲 对于器官间 这有什么 天啊 这个问题再讲三遍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好 我并没有想定一年回答 我简单讲 好不好 在阿弥陀经四十八大院 我有简单的说 佛陀舍身为父啊 他是证悟到空性 就像刀子 这样擦下去啊 你不会痛 那你就可以舍身为父 我们现在 佛陀的的确确是舍身 为了劳父 举个例子 我去过尼泊尔 有个叫南无波道 就是阿含经里面讲 佛陀真的跳下去 舍身为父 把这个身体 布施给劳骨 然后呢 可是他一投胎 就成为菩萨 为什么呢 他有他的因缘 我长话短说 就是但母劳骨 吃了两个劳骨 两三只劳骨 那当时那种鸡花 都没有食物 可是呢 母亲呢 就每天用奶喂它 最后味道呢 奶呢 母亲也这样说 可是小劳骨 无法活下去 这时候 释迦牟尼波看到了 他要救母劳骨 也做小劳骨 因为母劳骨已经快要死了 他就想让我跳下去 把我的身体 布施给他们 然后让这两只小劳骨 可以活下去 那刚开始 佛要跳下去的时候 他们不吃 为什么 因为他是活的人嘛 后来佛呢 跳下去的时候 就刀子 割自己的肉 然后用血来 那劳骨一闻到血了以后呢 他就吃了 他的肉 跟血 可是吃了内 马上 佛愿发愿 愿度一切 众生皆成佛 所以他就投胎 转世 一刹那之间 他就坐在虚空 成为大菩萨 其实臭土娘 就像我们开的轿车一样 你开了五六十年 有一天 你是会把车子换掉的 问题我们反复有果子 的确我们呢 没办法做到这样 那在这理解故事的时候 我们要学佛陀的精神 而不是学他的行动 不然这样 听完经历后 每个人出去 都趴在那边 都比老佛 那佛就会吓死人的 可是这个故事 是告诉我们说 你最喜爱的东西 你都能舍 我多说几句 所以不需先从 我不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茶杯是旧的 我不要 我送给人 接下来 你最喜欢的东西 牧鱼 你最心爱的东西 你都能舍 你连传家之宝的 钻石项链 也都能舍 从外面一直舍 舍到最后 甚至你连的贪嗔痴 都要能舍 这才是故事波罗密 原来的本意 至于器官坚政 非常复杂 我没有标准答案 理由是什么 因为老实说 现在不管南传 北传藏传 或取日 南传佛教 很多高僧会告诉你 你要签尽管兼证 我听说有些法师 也签尽管兼证 公开孤零 那我反问你一句话 台湾五法五三 圣典法师 死的时候是树杖 那他没有尽管兼证 就不是大佛萨了 这句话就让你牙脱一眼了 对不对 我再讲一遍 台湾圣典法师 一身弘扬佛法和义中称 他死的时候是火化 最后树杖 他没有器官兼证 难道你就说 他不是大佛萨吗 所以不要用 有没有器官兼证 来单一一个姻缘 来评论别人 至于有些傍查 喜欢公开努力 那是他的原则 话又说来 器官兼证 我就说完 讲重点 我在台湾有长度医护人员 你知道器官兼证 有分不同的器官 有些器官是一死就要切 比方说心脏 在断气的时候 一个小时就要切 否则全部会坏死 有些眼角膜是 死了以后 你可以容许八个小时住念 然后你再切 你的眼角膜 或其他器官 可是我们佛教徒 都不很真实的去谈这个问题 就是告诉你说 你是大圣佛法 你要发心 你要去器官兼证 我觉得我不同意 尤其净土宗 不太赞成器官兼证 为什么 你平常头痛的时候 就念不起阿弥陀佛 你死的时候 包子切下去 你会障碍你 那如果他堕 因为在灵中 切你的器官 他起了称心 是堕入三个道的时候 请问谁赴这个因我呢 突然发现我有点激动 所以佛法 你要完整去学习 并不是像你广告 或佛教杂志讲 要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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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愿意发心 去管兼证 师父还赞叹你 你依此功德 你要看灵作的道 还有你要问清楚 是什么器官 因为他在死亡以后 切的时间是不同的 你能够忍受刀子 割根痛吗 假如你能够忍受 那你就签 机关签证 举一个例子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在考护照的时候 年轻人 18岁 他会有工一条 假如你不幸发生了 车祸 你头不动一 你政府有权力 动用你任何器官 去帮不别人 天哪 一个18岁的年轻人 怎么会知道未来呢 你要到18岁就打钩 跟不打钩 而且不能改 这是很残忍的 你知道吗 所以有些国家就会说 你看我们这个国家 越来越多器官签证 代表能力是开放的 我不同意 不要做表面的功夫 我再讲一遍 顺眼师父 一生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临终的时候 可以见器官签证 你就叫他不是菩萨吗 他是菩萨 我和萨 所以答案呢 我觉得器官签证就讲到这里 我只能点到为止 你自己决定 而且你要问律师 第三个你要问医生 你要捐什么器官 你哪时候要签 假如你心欢喜 那你就签吧 好不好 好 我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最后 我还是感谢各位 我要感谢的人 有太多太多了 希望大家精进精进再精进 首先我要感谢布莱美学伍会 和汉堡学伍会 在两个团体 然后这么多人的同心协力 当我们决定要来德国工坊 两年前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在努力 也很感谢三宝 不念 没有任何的障碍 也感谢商业精神很多的干部 为了各位打奖意 然后呢半根片海报 在这锅当中呢 我没办法一一念出所有的名字 但是我要感谢的人很多 在试过内心里 都要感谢很多人 我也要感谢我自己 我没有生病 没有障碍 我们来为各位说佛法 不管三天人多人少 至少我们有全程录影 今天最后一天点灯 我也非常的欢喜 在这所有感谢当中 要特别感谢几位 没有念到你们的名字 请深呼吸 不要吃醋 其实我都非常感谢 特别呢 我要感谢 庄采云师姐 跟他的先生 他先生刚才有来 Richard 还要感谢秀满全江 原因是特别是 尤其是采云师姐的先生 Richard他是德国人 在所有场地呢 租借的时候 全部德文呢 导致以继业 他在帮我们做这些文件 各位看到 手上这104页的讲义 都是他一张一张硬硬的 Hand making他订的 所以 然后我们到Dostdorf 或是下一场 然后到柏林 他的先生都很细心 我们也很高兴跟他作为朋友 原因呢 他都要把法宝带好 确定安全 在高速公路当中 他都没有任何的意外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家 也同时要感谢秀满 秀满呢 也有很多的好朋友 有前出节 有利出力 有利出力 我也知道在这有很多 佛光山的信徒 有慈祭的委员 直接进阶的 其实都促成这个法会 然后当然 我也就要感谢 录影的这个云配 他这次三个都市 他发行全程露营 所以我们这些 直接跟间接 看得到跟看不到 所有的一宫 我们热力的掌声 谢谢大家 大声音乐 好 接下来 我也要感谢 每天来的人 因为 中国有一句话 深风说法 玩时点头 若你没有来 我知道这三天 都有度假 还有周围 whatever都可以 你来人不来 所有事物都很关系 但是你的到来 其实也给我们 一些主办单位 第一次呢 办事很大的福利 当然师父的心是很真诚 因为我们有全程录影 我觉得 现在大家都很忙 不来并不代表 他不想学佛法 想在新加坡 有时候讲经六天 很多人都很辛苦 然后菩萨都要做 十二个小时 或十四个小时做工 其实全世界 大家都很辛苦 那有些人是 有头有尾 没中间 而且新加坡奖金的时候 也是点灯 最后一天是最多人的 因为点灯是没有钱的 而且功德很大 所以其实各位的到来 也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还好我们会全程录影 将来会上网 所以不管你 Dustoff 和柏林 有没有听到 将来你会看到 网路会上网 而且师父也发现 会在德国流通DVD 因为佛法浩瀚如卡 要在短的时间 要讲得很精简 只是很难 一公也就跑来跑去 很辛苦 所以你也可以在家里复习 所以你的到来 祝父也是很感谢的 所以我们再将以热烈的掌声 也鼓励你自己一下 掌声鼓励 接着五六年来 都是世界有很多的灾难 四川的大地震 日本的核爆 不只要讲度无量无缘的众生 不知只有人 所以也希望我们这三天 所听闻过 诵经 而且点灯发愿 都给予无量的众生 所以请看安登片 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有往生无量光伏国土 那最殊胜的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所以请看六十九页 然后我们待会一起念 慢慢念 然后这是出自于普贤行愿品的祭送 从六十九页念到七十页的第八个祭送 然后这是我们大会最后总备一下 然后你可以拿着讲义 跟着师父一起念 念的时候请观想 菩萨在你的面前 有无量无缘的众生 将来都发愿去几个净土 跟着我们一起念 愿我凌遇命中时 净除一切诸张爱 一起念 再来一次 愿我凌遇命中时 净除一切诸张爱 念见彼佛阿弥陀 吉德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佛已 现全成就此大愿 一切人满尽无虞 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会显清静 我此余圣莲花生 清度如来无量光 现全受火菩提记 蒙彼如来受济体 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 智力广大变十方 鼓利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就近恒无尽 我此复显出圣情 无边圣福皆为相 福愿沉迷诸众生 树朗无量光佛唱 愿今礼佛发愿 修持功德 为师有情 四恩总报 三有其资 法界众生 同缘总之